因为感觉第一次来这里 感觉这边蛮温馨的 然后这种花花草草 蛮有格调 蛮小姿的 感觉性价比挺高的 相较于外面的牛排 它应该算很便宜的了 今天吃的这一份牛排厚切 非常便宜 上面才58块钱 所以我觉得我能够去消费得起 就是在这家卡夫厅 我感觉就是非常的温暖 然后非常的温馨 而且的话呢 给我带来的是非常的愉悦 然后呢鱼非常的舒心 这是我的一种体会 好吃 好吃 还是好吃 在绿越酒吧咖啡 能体验到舒适的环境 热情的服务 亲民的价格 口味上又得到食客们的一致好评 还真的不容易 对于我们的价格来说 因为我们这里主要面对 是绿越科技大厦的一些 打工族或者上班族 所以我的价格定得非常亲民 对于他们来说 每天下来喝一杯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当然 在南昌有这么一家 适合咱们打工族的闲暇之地 何尝不是一个福音 只要您愿意 绿越的大门始终为您敞开 在这里 每一份出品都很新鲜 从咖啡到奶茶 从披萨到牛排 都可以让您感受到低调中的奢华 我们店里面的牛排 都是用的圆签 圆签牛肉 并不是像外面的那种拼接 其实高冷的食材 只需要简单的烹饪 所以我们店里面的食材 是比较新鲜 请大家放心的使用 绿越酒吧咖啡的牛排 采用的都是圆签牛肉 每块的分量还真不小 肉厚肥美 烹饪厚的牛排更为出色 肉汁风鱼 香味四溢 今天娜娜点了一份战斧牛排 瞧瞧 这骨肉香甜的牛排 看上去品质就很不错 战斧牛排的肉质 可以成为黄金肉质 嫩度 弹性 肥瘦比例 都是很棒的 还等什么呢 开吃咯 这样一份滔天美食呢 它就在视觉上 给了我一些的 一些的惊喜 那么它的味觉如何呢 我们就一块来尝一下吧 首先呢 就先从我面前的 这份大主食战斧牛排开始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就直接上手了啊 大家看一下 这块牛排 整个重量是沉甸甸的 就特别有份量 很实在 这样一块份量很足的牛排 我觉得基本上 是可以温暖你的味蕾的 也可以满足你的胃 那么我们就开始 那么我们就开始 替大家尝一尝 味道怎么样咯 好的牛排就应该是入口的时候 有微微蹦裂的那种汁水感 然后越嚼越香 还会有一点点甜味慢慢的释放出来 真的是这牛排吃了第一口之后 忍不住要继续往下切 多吃几口了 那么这一块呢 我们就来蘸一点这个黑胡椒料汁 其实牛排好不好吃呢 这个黑胡椒料汁啊 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那除了这个吃这一口 原子原味的味道之外呢 这个蘸一口这个酱汁呢 也是一种不二的选择 酱汁包裹之后的牛排 又有另外一种感觉了 满口的这个黑胡椒的香味 加上这个肉的基底感 咬合感 在口感当中慢慢的爆炸 不光牛排好吃 新鲜出炉的披萨 也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金黄色的披萨上 均匀地撒上了青红辣椒 中间还有被切得薄厚 刚好的牛肉 嗯 咬上一口 这就是幸福 这个披萨呢 失口性很强 就怎么说呢 它比较符合我们南昌人的口味 它上面的这个牛肉和这个青椒搭配起来 其实有一点点像我们常吃的家常菜 这个青椒炒牛肉 那么这个浮以这样一份 有分量的这个面皮 以及芝士加起来 又中入了它的辛辣味道 让我感觉到口腔味道非常的有层次 非常的丰富 而且这个披萨呀 它虽然上面有芝士 但芝士呢 却不会完全抢了它的一个主料的风头 还是会有更多主料牛肉 以及青椒的那一种 醇厚感和青椒的这种新鲜的感觉 所以这一份还是给了我很多惊喜的 主食过后 一杯有着情怀的咖啡 自然也少不了 看着咖啡师的精心调配 拉花的手法 无疑都是一种享受 品上一口 品上生活 绵密的口感之外 能喝到鲜香的牛奶 能感受到它用心的品质 尤其是在冬日 在午后 闲瞎时光 来一杯咖啡 慰藉一下你的味蕾 嗯 好喝 除了咖啡 红酒也是绿叶的重头戏 在这里您可以来一场品酒party 邀上三五好友肆意畅谈 何等歉意 像我们公司的葡萄酒的话 它叫百亿 它是由以前的麒麟珠宝创始人 像那个蒋波仪先生 用他自己的名字亲自命名 然后像这两个比较有名的酒庄 其中一个是波尔多最大的葡萄酒庄园 所以品质是非常OK的 在绿越 无论是何种饮品 总能让你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是甜蜜 是幸福 是满足 在这里您可以找到 储存已久的芳香 可以听到不褪色的心声 可以触摸记忆的美好 这就是绿越带给您的喜悦